OPPO的蓝光播放机可以说是一项传奇 因为功能强大被许多high-end大厂拿来作为改机的对象 就在去年,台湾的代理商远东环球也开始推出改机升级的服务 在市场造成了不小的话题 不仅台湾成功,还引起了香港、大陆、日本发烧友的注意 今年远东环球再接再离 推出旗舰蓝光机的改机版BDP-105D-SE 新视听杂志的录技术主编评测过后,给予极高的评价 它下的标题是,惊人的进化幅度 音质值逼10万元级的Hi-Fi巡远 第一个应该是质感的提升啦 我认为这次质感的提升有一部分可以很轻易的感觉到背景变得很安静 所以细节它比较容易浮现 那一般来讲,表现Hi-Res的时候 很多器材它都表现得比较尖锐或者比较明亮 但它并不是这个样子 它自然的把杂讯降下去以后 让这些细节通通可以浮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好的质感 而且你听到的声音是没有强迫性,但是很轻松的 那解析度是因为这样提高的 所以我觉得它跟上一代一个很大的差异在这里 那也因为杂讯的降低,使你不需要很高的音量 我们用正常舒适的音量来听,甚至于偏低的音量 在夜里,我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听到更好的音量 远东环球为何能设计出优秀的改机 它们是如何生产,如何评管的 我们访问了远东环球的产品经理梁志森先生 请他来谈谈远东环球的改机规划 一开始,我们先请梁先生简单说明一下他的背景 我玩影音的资历也很久了 我是从1990年开始就接触这相关的产品 当年画质最佳的是雷射影点 就是我们俗称的LD 算起来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对影音的产品一直非常的有兴趣 随着这个网路的兴起 这十年间我也陆陆续续的跟很多的影音同好有所接触 在2009年的时候 国内的知名的影音网站HD Club 经验事务所 正式加入这个网站 担任这个产品的一个行销 还有统筹企划 同时也是该站的班族 也因此跟很多大厂建立的非常深厚的交情 其中远东环球所代理的OPPO蓝光播放机 也是当初一个非常重点的一项产品 由于它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效能、性能都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说当初我非常的积极 OPPO产品的一个入出 在这个销售上面 台湾的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 后来2014年的时候 我正式加入了OPPO总代理 东环球的这个团队 那我担任的是产品经理的职位 其实呢有很多国外的high-end大厂 拿OPPO的蓝光机来做改装 并挂上自己的品牌 但是售价非常的高啊 远东环球一直希望说 能够提供消费者 价格合理的一个改装的用途 好这个计划是从2016年开始起动的 OPPO蓝光机的用物很多 站在代理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别于一般玩家的DIY 我们希望用家呢 能够在不影响保护的情况之下 接受这个改机升级的服务 而且能够享受到这个成果 那如何不影响保护 这是我们必须要正式的课题 所以我们委托了有专业背景的OPPO影音 来进行专业的改装 欧护影音的成立是由一群专业人士 包含了RD 系统工程师 影像工程师 维修工程师所组成的 由他们来操刀 是让我们比较放行的 欧护影音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影响规划案 与3C产品 电子产品的维修 我们一开始是希望能够照顾到OPPO广大的用户 那OPPO的蓝光机 我们希望说消费者能够花费较少的代价 得到比较好的成果 从去年7月开始至今 结果是非常的正面的 那甚至于 也海外的OPPO蓝光机的用户 也跟我们洽询相关的改机事宜 对我们要照顾OPPO蓝光机用户的决心 这样看起来的目标与成绩 是让我们满意的 我相信接下来的105D SE改机 也会在台湾甚至海外刮起一篇旋风 我们主要分成三个大的重点来论述 第一个的话是 我强化了这个电源供应的品质 我从机内的电源线 我就更换了特性更好 导电特性更好的 SEATEC的经营合机线 然后我在电源AC做的部分 我用了FUTEC的制品 这样的做法能够让接电 所以是降低到最低 此外我在交换式电源版的部分 我这边所采用的是一个做法 是更换的BC电容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它的供电品质 会达到比原版的105D 更加的优异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在DA版的电容 跟它的主动元件OP放大这边 我做了一些更换 我先说电容的部分 更换了素质更好的BC电容 分别分布于在OPA跟DA晶片之间 还有在吻压电容的部分 我这边也做了一些修正 那事实上其实改机的部分 最主要影响的感光播放器音色的关键 是它的OPA放大元件 OPA放大元件 它分别有分为 IV VTone 还有一个是 平衡输出 这三个部分的调配 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神 去找到最佳的主态 机器打到了这样一个电风的时候 其实它对抑震相对的 就非常的重视 我们分别在上盖 光碟机跟底板 加强了抑震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金属的加上玻璃纤维的一个细薄胶带 去做粘贴 而且粘贴的位置也是我们 跟同号之间 不断的试听 不断的研究 找到最适切的位置 这也是105D专属 我们认为说 抑震效果最好的一个抑震方式 没错 我们改机上面的确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时间还有心力 改机要成功 要具备专业的电子电路的相关技术之外 其实试听是非常重要的 改机并不是说 我在一台机器上面 我堆叠了非常多的补品 或是发烧元件 它就一定有好的声音表现 其实是要经过不断的测试 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 如果说我们的元件 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替换 当然这也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跟精神 甚至还有金钱 在长达一年多钟的研究过程之中 我们另外也参访了很多的资深玩家 发烧友 甚至说我们在改机的过程中 也跟这些发烧友交流 以期望它改出来的效能是让大家所满意的 我们定义改机是一项服务 我们并不提供改机版的销售 而是我们是不论新机跟旧机 都需要消费者统一交由我们远东环球 我们在我们的欧布科技进行专业的改机 改机的部分 是由欧布引用代工 是用全手工的方式进行改机 而后勒 在交由远东环球这边做最后的确认 我们的品管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 目测所有的机版 跟所有的OP放大元件 是否品质完整 第二 我们会用仪器测试相关数据是否正常 改完机 远东环球也会派源不定时的抽检 以确保机器的品质的稳定 当机器送回远东环球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至少24小时的run in 让机器的性能跟机器的功能 确保无误之后 我们才会放心的交到消费者的收杀 至于保固 我们是除了原本的保固之外 改机套件 包含像DA版跟电源版 由欧布科技保固一年 是改进这些机器保固一年 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在全省的各地经销商进行的体验活动 我们在北、中、南 包含像台北有两厂 台中有一厂 做BDP103D S1改装的体验活动 现场反应都非常的热烈 我们经销商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改机升级计划 今年的这个105D S1的活动 我们已经在5月7号 与台北的祥运影响举办 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现场事实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原有的105D 跟105的用家 纷纷跟店家运约改机的一个服务 其实我们在改机计划执行之前 我们就有做过相关的试调 包含像国外的玩家自行DIY的改机 或者是说参访high-end名厂他们所做的改机 其实部外会有两个问题 是第一个品质不如预期 第二个售价过于高啊 第三个叻 它本身的这个效能 不如我们所想要的 所以说叻 我们才会自行研发改机 我们希望用最佳的CP值 让消费者得到最好的一个改机的成果 重点是说 我们希望它的售价合理 这个才是我们当初想要照顾消费者的初衷 我们下期再见 我希望有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